今天繼續來看去年 在這個台北市 伊山的火爆橫区所基盤的 全國農地產品的電視會 有五萬人來參觀 為生產過量的農產品 創造一千萬的業績 今年再度來基盤 生育越好 已經有十萬人來參觀過 竟然是來創造到超過 兩千萬的業績 這樣看起來 這個伊山的火爆橫区 已經變成 加熱農產品的新市場了 這些人條出現在伊山的火爆橫区 都是為了要買新鮮的優質 青菜和水果 來自全台灣國的農地產品 都集合在這裡 因為台北市的人口 比較多 社會人在管 市場的需求量很大 在加上民眾 對這些的健康比較比較緊急 所以當市政府産業法典宮 在9年7月 由農地產品的電視會時 有五萬人住參觀 今年都已經幾萬過十年了 參觀的人住超過十萬人 並且為農友創造了兩千一百萬的業績 那所以我們這些經過 有生產履歷的 有有機認證的這些農產品 都有機會走到國際 有機農業 特別是茶葉 好好的再往下走 很有機會可以走出國際 成為新的台灣之光 現場沒有各種農地產品 也有更多農民藝人的表演 紅客水準說 台灣有這個農產品 可以開筆另外一條 走向世界的路 農業有機會在 贏山回復方向裡面 就接到國外招牌 那麼多農業有可能 但是一點 好, 以上